台湾學的角色 從9年到8月2開始 我就對參台灣攸關的事物 產生很大的興趣 這次會再上台湾學的課 我是真緊張又記台 緊張的是驚老師發現我對自己生活 一世人的這片土地的目的 期待是願望自己在課程當中 對台灣有進一步的人物 課程都做6次 社會到珍德館 婚伯有台語音樂官藥 臺灣立書跟臺灣醫學 每一個老師去臨的臺灣學 都讓我上到沒想要學 也對台灣這片土地的課比較實際 如果說到臺灣你們會想到什麼 老師問大家 很多東俄都想到這樣子 我也跟著大家一樣 因為常常聽說我們是 喊子仔驚 也有一句秀儀說 喊子在樓頭不怕弄 只求既好代代團 給我感覺 我們臺灣人不管是在 什麼環境都很倫名 也很人名 都因為我們人一生中 最大的目標就是生團 團中接待 在柯定當中 老師分享一個新的概念 老師說 我們臺灣親像一隻海公 自由主宰在大海里集 海公是海里提形上大 老婆魚仔記得他都會閃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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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都做他自己 老師鼓勵勵 直到像喊子是 快討好以外 也要學海公的時日 跟蘇客 無險的精神 一開始上課 就讓我有一語 真是夢中人的感人 可能中老師一直等問題 給我輸客 不知道敢是從小孩 都讓教育 最可愛安靜 點點聽老師說就好 所以已經失去輸客的能力 老師問的問題 都讓我重度很久 也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老師很感慨 說到很多人 都在新鮮白的國家 一直接受新的事物 耍不記得來了解 不少請用我們大漢的 這片土地 尖叫它想起來 我自來也都是在 欣賞國外的生活 完全沒有要義台灣的事情 想起來真見小 台灣這片土地的律師 需要大家去認罷 特別是台灣無意的保障 更加需要我們大家當作打拼 第二八月之陣前 就算說打拼是有打過一些台灣律師 到時候也不記得差不多了 今天不要聽人說到 荷蘭人 日本人跟我們市民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我是說到每一半都在家裡 我只有點點的疼的分 因為都不知道那當時發生什麼事 而八月之後 這麼計畫想要了解台灣律師的動機 也才了解保存台灣無意的重要性 我要對老師的腳掌 在接下來的日子 為上京台灣無意打拼 好 雙子 在一旦 有兩事